高雄已经变成了中央口中所谓的乡下地方 松鼠鸟都可以瘫痪台湾的电力系统 高雄验潮昨天因为鸟席造成2000多户停电 经济部长王美花对此却指出 上下地方常有小动物误触导致停电 而这样的乡下书也引发高雄市一会国民党团负满 因为高雄市乡下所以政府就放任高雄不断的停电 民进党经常在讲的南部是他们民主的发源地 现在竟然成为了乡下地方听起来是非常的好笑 昨天小鸟飞锅早上是松鼠飞锅 那下一次呢那就算你认为我们是乡下的地方 我们也值得稳定的供电 高雄人不是赤等公民 高雄人不要每次停电都是最晚復电 而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总召佟彥珍对此就要求 王美花部长上高雄道歉 同时也呼吁高雄市长陈其迈 要积极协助民众来上台电求偿 王美花部长除了道歉之外 还应该要下台 陈其迈市长 你要有所表示 希望你硬起来 站起来捍卫我们高雄人 正常用电的权利 更要捍卫我们高雄人的尊严 自303大停电之后 高雄多个区域 也发生了多起的无预警停电事件 影响了民众生活 凸显了台湾的电网脆弱 不管原因为何该怎么就责 民众恐怕只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不要再停电了 记者李嘉隆 庞文玉高雄报道